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天赐的声音,第四期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一期会让一些小伙伴失望了 每一期的节目都是在音乐合伙人和飞行 合伙人的合作下去完成五组歌手的歌曲的 但是前三期都表现极佳的周深第四期竟然被轮空了 按照节目组喜欢打造热点的惯例 和周深目前给节目组创造的价值 谁轮空周深都没有可能轮空 但是这第四期,周深确实是没有人合作 所以让喜欢周深的粉丝们失望了 第四期可能只能听见他点评别的歌手的作品 听不到周深的歌声了 当然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周深和周延上一期的玫瑰 少年在某社交平台被攻击得太惨 节目组为了不给周深招黑 故意做了这样的安排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周深目前连续三期YouTube的播放数据 都远超其他歌曲 第一期和《孤勇者持平》 第二期远超其他歌曲十几倍的播放量 第一期周深的《科普乐YouTube》播放数据 115.4万 第二期周深的《算你很YouTube》播放数据 67.7万 第三期周深的《玫瑰少年YouTube》播放数据 46.5万 这大概只有周深在天赐的舞台 才能实现这个数据了 就这么强势的歌曲播放量 第四期却轮空了 有没有可能节目组是逆向思维了 故意这样安排 还是节目真的没有剧本 一直以来 大家都在探讨各种节目到底有没有剧本 到底有没有剧本呢 之前原力上了一档综艺节目 最终综艺节目剪辑出来的效果 把原力呈现出一个傻子的形象 舞台上的原力前言不接后语 表达上来看就很无厘头 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舞台上的原力是这样的 最终原力表达了 这个节目组没有按照剧本走 所以大多数综艺节目是有剧本的 之前天赐的声音也经常被提及 有剧本 不然节目呈现效果不应该是这样 但是终究 第四期以周深的轮空 打破了节目有剧本的谣言 这是第二种可能性 用周深的轮空证明节目没有剧本 所以第四期的半常铸音乐 合伙人会换吗 之前网上都流传半常铸的周延不来了 换成了张密晨 可前面三期周延的表现都太强了 我们发现 音乐中将了rap变得更加有feel了 甚至拓宽了音乐的格局 这难免不成为收视率提升的一个看点 可如果张碧晨成为了半常铸音乐合伙人 好像就不如周延那么有特色了 第四期集后面的半常铸音乐合伙人 网络上曝光的阵容是 先是张碧晨 然后是毛不易 最后是刘希君 一人录制三期 但是到底他们的身份是半常铸音乐合伙人 还是飞行嘉宾 还不明确 以目前前三期的情况 这几位歌手更像是飞行嘉宾 如果第四期周深轮空 那这第四期的歌曲收听量等等播放数据 是不是会下滑很多呢